张开宏的奥运会参赛 您怎么评价 张开宏的奥运会参赛的男子三丝 属于我们设计项目的一个比较弱势的项目 其实我接手的时候也确实是有很大的难度 对他来说年龄又比较小 结果疫情的原因整个奥运会的延迟对他来说是一个机遇 通过一年的延迟的时间 然后基本功的一个提升 对这个东京奥运会备战是有努的 郭老师那您已经多年从林森罗拉典的奥运会冠军 然后呢一起实现了当运动员的礼约 但您看来体育是什么 这个题目太大了 其实我当时干运动员的时候 从来没有想过我能去拿奥运冠军 也从来没有说是我能期望着我能打几家奥运会 我觉得最后体育可能带给我的就是一个突破吧 可能就是不断的突破自己的极限 把不可能变成可能 你最后吧 你最后吧 跟山东的家奖也没有什么想错的 因为大家都非常的关注你 在这地方的团阅 对我接手这个教练之后 转型之后 确实有几年的时间也没有回家了 很想念 可能接下来有假期的这段时间 可能是让想回家太阳 许多奥运前 我在团阅上的表现 可能不是达到就是说 登上这个最高章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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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射精营动员偶然性又太大了 其实大家对奥运冠军的期望值太高了 给他们的压力太大了 就跟当时我接手这个奥运冠军推以后 接手干教练以后 大家对我的期望值就是必须得带奥运冠军 就像今天杨倩虽然没有拿到冠军 但是奥运冠军去参加全英会 那奖牌这已经是很不容易了 所以我觉得希望大家能够客观的去认识这个这个 这个金牌和奖牌的原因 对于射精营动员偶然性又太大 能出进前八这个成绩 大家都看到了成绩差距很小 对他们来说真的是 从各个方面来说压力很大 我觉得整个的表现 所有的这一届的奥运冠军的表现都很强颜 再过几天就是中秋加节了 你的中秋节准备怎么过 肯定是陪家人陪孩子 这么多年已经几年了 没有时间跟他们去过程中秋了 这和奥运冠军呢 能赶上应该 他要回河北要隔离一几天 然后我回去的时间 应该他上面都能赶上中秋了 周老师在您看完现在00后的 就是对于跟您那时候的 跟您那时候的相比 你觉得最大是同在什么地方 您现在很多00后啊 然后张张红啊 杨倩 那您看完呢 跟您那时候有区别 太大了 个性化 这个我觉得是最明显的 代表他们的一个词语 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 不同的这种性格 包括自己的想法 很独立 他们的思想很独立 每个人都不一样 可能他们在这个 呃 在场上的变化 和这个生活里的这个想法 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个性化的一个 一代的 谢谢杜老师